也可以 对 所以这个的用途 其实就是要得到 以你们不能改变的情况下 买这条线是要得到 在这一套原理里面 奇门遁甲里面的最好的气 它自己能不能挡 挂挂 也许可以 但是还是要照我们 刚刚所讲的要挂 1234要挂红色的东西 这些挂五地钱还是要 如果再加这一招你提醒了 对 如果有真的换到巴亚撒 它又不能改门的位置 真的这条线也许真的能够改变 因为地气嘛 巴亚撒就是一个 对不对 真的撒气进来 我们就改变它的气 是真的也许有这个可能 那这个埋同线的角度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像这个就是我店里面的 我店里面的就是坐315度 坐前像讯 所以你们如果有到我店里面去看 我的大门就是买这样的线 稍微斜斜的 那刚好是等于是62公分左右吧 这条线67啊 就是2尺2了 2.2尺了 那我因为台词 对 2.2乘以30.3大概是66公分左右 厘米啦 那大陆叫称为厘米对不对 厘米就等于公分嘛 是齁 对啦 但是讲 讲公分大陆的人听不懂 他是讲厘米 英文是叫做CM 没有啦 怎么那么多 2.2呢 2.2乘以3点3 326公分啦 那不是 那就乘以3 那不是 那就乘以3 2.2乘以3 66 66我们用那个文工词量起来 应该算是好的字 我没有带文工词 原则上是66到67之间 有没有 看我们那个什么 叫做什么词 那个叫做什么词 文工丘的另外一个 终究在什么词啊 不是 他在大陆叫做 鲁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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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班词一打开 看上面 上面是阳载 下面是阴载 他是阳载里面算是 好像66 67是红字 是好的字 这一条这一条 对对对 66 67 67啦 大概就是67公分 2.2乘嘛 那因为我的店面是像训 训是不是 是 所以我因为怕这条线 如果客人走来走去 会剃掉 对不对 我就用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透明胶带 以前如果是 你在盖房子 你可以直接埋在 那个地板底下 但是我们现在都是 已经有大理石的 那个地板 所以我们就用 用那个透明胶 把它粘住 然后再盖一个红色的地毯 就把它盖起来 红色地毯 那一进来以后 就是踩一个地板再进来 什么在内门呢 不要啦不要再去把门改斜的啦 没有必要啦 这个不是一个方法的 为什么一定要去改门项呢 对 老师请问一下 那个线是放在我们那个 那个大门的里面 对不对 对啊 比如说你的大门 你家里面 大门刚好在这里 对不对 那你大概离它 30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离它30公分左右 所以在我们的那个门里面就对了 门里面 门里面对 门内 谢谢 门内门内对 老师如果那个门里面没位置 如果放在刚好门外面一点点 这样可不可以 门里面怎么没有位置 没有位置你怎么进来 他只是很细这么细 开玩笑 你连这个 对 你门一开进来 就是门在这里 对不对 那就门在这里 你门连这里都开不了 那你怎么进来 开玩笑不可能吧 那他进来的时候不是会踩一踩 有时候会把它踩到 那个位置歪掉或者走掉 那所以你要粘紧一点 你门框大概离这个 大概30公分左右就好 你就把它粘 用那个胶带把它粘得很紧 然后再一定要放一个地毯 地电纹 那他你一进来 我已经买两三年的 也都还好 那我前几天发现 有稍微有离 有那个什么 胶带稍微破掉 我赶快再离一次 又可以撑两年 那这个不是问题 这个不是问题 黄老师问一下 这个铜线的话 他要买的是哪一种 实心的还是空心的 然后那个线的话 是不是软的还是硬的 铜线怎么会有空心的 所以看看 你上面的淘宝 去买那个叫做 这大概几厘米 这个大概三厘米吧 三厘米的铜线 而且66公分 67公分 我刚刚说67好了 因为67刚好是 关柜跟羊仔银仔 这个是羊仔 这个是银仔都OK 所以67厘米 就是CM的 人物财怎么样 老师吉祥宝 跟麦康线吗 那有啦 不要讲那么明了 按钟来买就好了 黄老师我问一下 就这个座像 是根据那个乾坤国宝的 那个座像来定的 这个门的座像吗 我们乾坤国宝是用什么座像 就是做什么像什么 对对对 对做什么像什么 像这个是我店面有没有 这个门是不是 以这样平行来讲 我这条线是不是 跟他稍微有一点斜斜的 有没有 斜往这边 往这边 我就用这个地垫把它盖起来 那你现在要量 就是把天运跟地度 就是你的搬进去的年度 跟坐像好了以后 就直接开盘 手机上面就会有 就会手机 那条线帮你画好了 那你就把这条线 跟手机的那条线 成为一个平行线 就搞定了 就搞定 因为你要把手机 放在线的底下 根据它的方向来 来放就好了 老师请问一下那条 老师请问一下那条铜线的话 我如果埋您的那个螺盘的话 我就是把线放在你的螺盘下 跟那个螺盘平行 这样就可以吗 不用啊 你现在要有软体 你要角度要产生出来 用手机压 螺盘是让你整段阳仔用的 但是如果要埋这条线 如果能压在手机下面就好了 不用到楼盘了 重叠就 就是跟那条线重叠就对了 对不对 对上面 手机上面这条蓝色的线 跟下面这条真正的铜线 成为水平 压下去就对了 重叠嘛 重叠那条线就对 对对的重叠 谢谢老师 谢谢 记得年老一点 年老一点 那太麻烦了啦 因为你磁砖好好的 你把它割下去 心会痛 老师 要是房子装收以后 你是从你装收以后的时间 量这个连 还是你刚搬进去的时候 房子比方是去年装收好了 你买中古屋的话 就是装修好的那一年 那刚刚去年装收好了 那就用去年2021年 你什么时候搬进去的 你装修的时候 搬进去是1998年搬进去 不过去年已经装收了 房子重新装收啊 1998年对不对 去年是2021嘛 那你就用2021 为什么 因为你既然装修 就等于把里面的气 都已经调整过了 就是用新的 新的磁场下去来埋线 好 谢谢老师 明白 谢谢 好 那这个就是埋好以后 就像 有一个地点 人家外面进来 他也看不到你埋这条线嘛 所以你的地点 一定要超过那2.2 2.2尺 好 那这是家里 一般家里门进来 这里是北边 所以我们的线 就是你看这条线就比较斜了 门在这里嘛 然后这条线就显然比较斜 对不对 好 那你这条线就压在 有没有 现在我是不是压在这条 蓝色的线在这里 就直接压上去 也不用楼盘量了 因为这个度数都已经很准了 那你买好以后 这条线 黏好以后 你就买一个 这个是前宫 那前宫需要什么样的地点 是不是蓝色的 因为它是属于六七八九 需要水 对不对 这样概念 我们已经把 这一派跟金所玉关 也把它结合在一起了 因为你不要小看 每一个门 它的颜色的搭配 符合金手玉关 就等于它 它已经 这个阴阳定位了 沙水定位了 像陈老师 他就有 他也买很多线 那就用 用真正的 楼盘 然后开始去下一个角度 有的老师是不想用软件 因为用软件 客户会 会看清说 老师你还怎么还在偷用软件 所以他故意要 他知道了 他在家里做好功课了 几度到几度 这条线 是要从几度到几度 他就是故意要 摆出一个价值 罗盘100 对不对 此阴凉 是不是 比那个什么 比这个手机放在上面 价钱更高 老师 就这个线 咱们是不是就只是 埋在这个大门呢 那那个里面 还有小门呢 就是居家呢 有不同的这个房间呢 像这个卧室啊 书房啊 像这个企业的办公楼 有财务室啊 或者是有这个 人事部啊 这些啊 那你这个企业 他有个办公大楼 那办公大楼里面 还有各个那个 不同的办公室 那这个线该怎么办呢 这个 照我的所学啦 我就是整户啦 整户大概动在 因为所有的气引进 都是从大门 入户门进来的 进来以后 属于内气 就不要用埋线了 就不用埋线了 因为我们最主要是 怕外面的不好的气 从不同的角度进来 是影响到我们宅内的 一些情况 那只用在大门就好 那你 你如果买了 一个办公室 有八个小行间 你八个小行间都埋线 这样已经太 太夸张了啦 没有必要啦 你埋一条线 如果你 行情做出来 你三年 埋出一些成绩 企业家 我跟你讲 你埋一条线 不是收三万块人民币 你埋个一个 一个好的企业家 他帮你做印证 你以后 买一条铜线 可能收个十几万 还欠限 我是说 如果有 你有的客户有案例 他帮你介绍的客户 那钱不是问题 因为他年龄 也搞不好很高 对不对 你跟他收个 十来万人民币 有什么不好 所以你不要看 埋线这个功夫 这个是小兵 可以立大功 因为这个学问太深了 也没有几个人会啦 所以你们很幸运 黄老师不是在呼咙你们 我是把 把这么重要的 概念 一个方法 跟你们来分享 所以你们 没有买软件的 要记得要买 或者你们会买错 一定买 黄老师 我问一下 如果是厂房的话 那长度也是 只要这么长就够了 对吗 对 一般的 一般的 住家厂房 大概用这样 那老师请问一下 像如果公寓的话 我们进去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大门 我就埋在那个大门的里面 但是我砂窗里面的话 变成内局的话 内局 砂窗里面 我要不要再买一个线呢 这样会不会比家更好一点 你说什么砂窗跟大门是吗 有两个不同地方 就是说旧公寓 他有一个门嘛 比如我在三楼的门进来 我就买一条线 但是我进去我的那个 砂窗里面 我就是里面的内局 我在 我在那个砂窗里面 我房子里面 你是说落地窗 是不是 对 不用了 不用 你就买一个都可以 刚刚百合 你说的那个如果工厂 我们再这个改变一下 因为我们一般的门是3.3尺 大概100公分左右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买2.2 但是有时候工厂是不是 他为了进出货 有可能会变 他的三倍 对不对 所以你买2.2变太小了 那你就要去拉 把2.2直接拉 拉两倍变4.4 4.5 4.8 看看上面阴宅跟阳宅的 那个公分数 他的解说都是好的 这样的话才能阻挡他 那么门那么宽的气 才能够把它收纳的更完整一点 了解了 就是说如果我是工厂的大门 他比如说有个十多米的那种大门 那我们就用2.2的这个公分数 去来乘以倍数 然后把那个气给过一下 对吧 对对对 但是你乘以2倍是2.2 如果4.4是不好的 那你就要变4.5 4.6 一定要去找出 就是要找乳班纸上下都是红纸 上下都是红纸的 这样最好 好了解 那老师请问 老师请问一下 这个线埋下去是会让自己 财运比较好呢 还是运气比较好呢 还是 这个是改变财气 就是整家的 不管是身体财运 一些运势 就是都是接收到好的气 不是只针对财运而已 好谢谢老师 不好意思黄老师再打倒一下 就是如果说是工厂厂房 或者是那种就是他们自己 那种盖的那种一种大楼的 那在没有盖之前 如果我们就给要给他买线的话 是不是直接就买下去 然后他水泥啊大理石啊 木地板啊再扑下去 就都没有问题 当然对对对对 这个就像以前 有老师是在买裸盘的意思 因为我们都是盖好的 所以就埋在表面上 那如果能够埋在地底下 也可以啦 因为地底下 为什么能够挖出石油 那就是那里的气场 不一样 那一样 你只要先埋下去以后 它跟地场 跟磁场 就会产生的一些感应 它就会照着我们的方位 把好的气 倒对进 这个就是导正 正气进来 因为都乘90度嘛 所以它只是在导正 正气啊 那埋在底下也是一样 是是气 埋在底下或 埋在表面上都是算 要导正它的正气 老师那如果那个 后天的房子 它开旁门呢 开旁门 后天的房子开旁门 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开 它不开在坐像 它平常 不走正门吗 所以就是说 它的门是在旁边的 那就旁门走道 如果它每天进出的是旁门 那就埋在旁门来 谢谢老师 老师还有个问题 老师 像这条线你看 这个是开一个诊所 你看这条线就很斜的 你看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那个那个工厂的大门 那你这个长度变长了 它这个铜线的宽度 是不是出气程度也要改变呢 不用 那个0.3厘米的厚度 那个宽度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 出气 这个叫做出气 出气是一样是0.3 那长度就要改变 长度不是2.2吗 那你如果门 它的门是比我们一般的入户门 家里的大楼的门是两倍大 那你就可以乘以2 就变4.4 或4.5或4.6或4.3都没关系 只要它是符合鲁班尺的那个级速 那如果它的门是 比我们一般家里的门是三倍大 你就用乘以3的方式来 那出气程度不用管它了 就还是这么细 出气不用管 现在是长度就好 因为长度是只要你门越大 你就把它挡得越跟门 就会有一点点距离就好 你如果用门很大 这里很短的话 那气是不是从左右进来会很多 那等于是没改的意思 好的 谢谢老师 这个不能从台湾递过去 要自己去买 老师 老师请问一下 如果刚好我的大门在西南方 那西南方刚好又是五皇位 那我就买我的